嗨,大家好,我是旅程寨老师 今天的直播很特别啊 今天的直播不是教各位学做烘焙 也不是教各位做小点心 而是呢 今天刚好是万圣节 然后又是台风天啊 我在家里就是准备一些资料的时候啊 我躺在那边休息 我就忽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们烘焙系 对,我们高雄餐旅大学啊 烘焙系啊 毕业之后 毕了业之后啊 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是属于高收益的职业 高收益 对,我讲收益哦 注意听,我讲的是高收益 不是高收入哦 是收益哦 是中校的 因为如果讲高收入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只有薪资代表 但我讲的是高收益的职业 有没有一个内容可以给学弟妹们做参考啊 或是我们同学之间可以思考看看 我上一次回学校 演讲已经好久好久之前的事情了 上一次是陪那个 炎智权就是做龙虚堂很有名的那个学弟 法式龙虚堂的学弟炎智权 上次陪他回学校去 董流连啊 听他演讲 然后他就讲出他自己的创业故事啊 之类的 那我觉得 开场这样讲啊 学弟妹们或是同学们 应该就会有感触 如果呢 你是有兴趣啊 想要学习烘培业 或者是呢 你选一目标要念烘培系啊 我觉得你可以听听看啊 就是我们毕了业十年 二十年啊 我搜寻 我搜集起来的资料呢 跟大家分享啊 哪几个是属于高收益的职业 特别是如果你小孩 以后想要学烘培 以后想要学烘培啊 请他看看我的影片 看看我的影片 可以听听看 哦原来学烘培哦 以后有这几条路啊 可以选择 但是我讲的是 从毕了业啊 这十几二十年来的变化 的一个整理哦 整理 那我会分成啊 就是传统型产业 传统型产业的 以及呢 就是潮流型产业啊 还有啊 就是独特性的 好 那我们开始了 首先呢 我在这边分享啊 高雄参旅大学之外 所有台湾 世界各地都一样 烘培系 烘培 烘培 banking 相关科系 毕了业之后啊 有哪一些是属于高收益的职业啊 给各位 学弟妹们 或者同学们 做参考 这是我自己啊 就是 收集了这么多资料之后 以及这么多同学之间啊 分享了一个心得 不过不用担心 我不会讲出任何同学的名称 除了我自己之外 所以 你们不要瞎猜 那如果猜中了 猜中就猜中了 对 除了我之外 其他同学的名称 我是不会讲的 对 好 第一个呢 哪一些是高收益职业 给学弟妹参考 第一个呢 是专业的烘培师 或者是烘培主厨 这个就是传统 传统 大家认知中 认知中啊 烘培系毕业 可以赚到比较多钱 对 比较高收益的工作 例如 五星级饭店的行政主厨 例如啊 连锁 连锁 烘培店的面包主厨啊 面包主厨啊 之类的 这样子的工作 那 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能够 开发 独特的菜单 专属的品项啊 然后 名气 可以累积的非常快 名气也可以累积的非常快 呃 反正我刚刚都已经讲到 盐志全了 我就可以讲他 其实大家知道吗 拉龙虚堂的 盐志全师傅啊 他在自己创业之前啊 他就是台北一家非常知名的网红餐厅的甜点主厨 对 如果有人有搜寻过他资料话 有没有发现到 他在自己开烘培房之前 他自己开法式龙翔之前 他就已经是知名的一个网红甜点店的主厨了 因为累积到一定能力之后呢 他在自行创业 所以呢 如果说 你想要 从事 哎 烘培系毕业业之后啊 想要做高收益的工作的话 其实主厨啊 是一个可以考虑的 不过他就是传统型的 你要从底部慢慢历练上来 然后呢 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个人品牌的经营者 也就是所谓的网红烘培师 对 It's me 就是我啦 就是我 对 在社群平台上 分享烘培知识 示范食谱 然后逐渐建立个人IP 然后呢 还有什么 销售线上课程 书籍 7-11的联名商品 7-11的联名商品 然后进而跟品牌方合作 还有业配收入等等 你会发觉 这 就是 就 完全就是我嘛 对不对 那 还有没有其他人呢 有啦 但是 我们就不讲其他人 对 所以呢 我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 那 讲到这边 你们会不会觉得奇怪 有专业烘培师啊 甜点主厨啊 个人品牌经营者啊 为什么没有提到世界冠军呢 为什么没有提到比赛冠军呢 如果你儿子女儿啊 以后要念烘培系啊 比赛是一条路啊 但是我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 世界冠军 冠军第一名 那个叫荣耀 荣誉 那不是职业啦 那不能当饭吃的 那个不能当饭吃的 那 那只是一个 你在你的职业生涯里面 获得了一个荣誉跟成就 那个不是算职业 我今天讲的是 同学们之间啊 哪一些属于高收益的职业 给各位分享 第一个呢 是专业烘培师或甜点主厨嘛 第二个呢 是个人品牌经营者 第三个啊 就是开设 烘培教室 烘培经营教室的经营者 以及游学团 以及游学团 这个很重要哦 如果你只是烘培教室的经营者啊 不够 不够 你还要做游学团 还要做游学团 这样子才有办法呢 成为高收益的职业 怎么说呢 因为啊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 是属于个人品牌经营者的话 我们必须单独授课 我们要授课啊 授课才有收入嘛 如果没有授课就没有收入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个烘培教室的经营者呢 你就算自己没有授课啊 你可以邀请 比如说 知名的老师来教室授课 或者一些大师来教室授课啊 就算你不 你不工作 你不出来授课 一样会有授课收入 而且呢 课程里面会分成啊 一般可能教婆公妈妈 或者教烘培喜好者啊 或者是针对啊 专业人士的教学 以及啊 是针对 创业 创业班的教学 然后呢 再来就是你可以延伸到啊 海外 海外的教学内容啊 或者是旅游团之类的啊 游学团之类的 那就是一个全球 他可以做全球性 全球性的生意 那就不限于 只在台湾了 所以他也是一个 高收益的工作跟职业 但是 他也要累积 对 我讲了这些都是要累积的 那他是最后的一个成果了 最后的一个成果 但是 第四个 第四个 我非常建议啊 毕了业的学弟妹们 你们一定要仔细听 就是商品开发经理 你们很多同学们啊 应该都不晓得一件事情啊 对 那个 全家便利超商 对 这可以讲没关系 对 反正我没讲人名 全家便利超商啊 以及很多连锁通路啊 目前啊 的产品开发 产品开发部门的 很多 专业人士啊 都是高餐毕业的 都是高雄餐旅 大学毕业的 有餐饮系啊 有烘培系 有烘培系 所以呢 而且他们的 待遇都相当不错 待遇都相当不错 所以如果你想要 从事烘培业啊 不同于 不同一般的路 你不想做烘培主厨啊 你不想从底部 一直历练上来 然后做那种 很传统的那种工作 然后你也不想要 当网红啊 你也没有资本 你也没有资本 创业什么之类的 其实成为啊 大型公司的 商品开发经理啊 是一个相当好的 一个一条路啊 谁啊 什么事 我在直播呢 你稍等一下 好吗 我在直播啦 你稍等一下 待会再进来 好 我们现在继续 那在大型食品公司呢 以及烘培品牌呢 担任开发经理啊 他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负责 创新产品设计啊 测试 以及上市推广 例如说啊 像台湾很知名的 就是生乳卷 对 生乳卷的那个公司 还有呢 做 比如说 嗯 这样很容易讲 讲出来 嗯 反正就做面包啦 反正就做面包 对 反正就做面包的那个公司啊 其实 它包含做麻吉 很多这些 大型连锁的 他们的产品经理啊 跟研发经理啊 都是 烘培系毕业的 对 所以如果你不想自己 呃 不想走饭店那条路的话 其实啊 往商品开发经理这条路啊 绝对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选择 因为这一类的大型企业 都 没有 都是大型企业 它不是小公司 它都是大型企业 那 他们的 薪资跟福利 相对的都很稳定 并且呢 升迁管道都 相对透明 没有什么成年的压力 对 而且 谁跟你竞争 都同学啦 都同学跟你竞争啦 所以哦 这是一条很好的路 那 第五个呢 第五个就不太一样了 第五个 它是算是 有一点 它是专门的 就是 烘培顾问 可是这烘培顾问 分成两种类别 一种是创业类型的烘培顾问 但它不是 创业类型烘培顾问啊 它跟刚刚讲那烘培教师那种又不太一样 烘培教师是开创业班 是开创业班 可是呢 烘培顾问啊 它是针对 针对 烘培房 或者餐饮品牌呢 提供专业的咨询 专业的咨询啊 协助什么 注意听 设计菜单 设计菜单 然后技术指导 营运规划 然后它是 按键记筹的 按键记筹 通常呢 它是一个团队 它是一个团队 例如说 在这团队里面呢 有的人是负责产品开发 所以呢 它的角色就是在这个team里面是负责产品开发 有的人呢 是负责专业的运营 那他就会负责运营 他有的人是做training 是专门做训练的 那 他这样的工作呢 他是按小时 对 按小时去记心的 以及呢 专案项目计费 所以呢 收入也是相当 不错 而且呢 他们的触角范围呢 不限于台湾 例如说 大陆 然后香港啊 澳门啊 马来西亚 新加坡啊 甚至 澳洲 美国 这样子 懂了吗 那这五种 这五种 是我自己 我自己啊 看我们 这是 同学 以及我们学长姐 学弟妹呢 毕了业 十年以上 十年以上啊 二十年左右啊 的相关经验 那一定会有人问 问说 那 怎么没有更 怎么没有三十年 高参创立到现在 还没那么久了 就是第一批 毕业的还没超过 三十年啊 所以我讲 十到二十年 毕业十到二十年之间 是比较 温和中性的一个讲法 那我最后呢 帮各位整理一下 这五种 第一种呢 传统型的 专业的烘焙师啊 或五星期饭店 甜点主厨 是高收益 传统型的 一个很好选择 第二种呢 米 个人品牌经营者 也就是所谓 以现在的通俗话语啊 就是你可以说 他是一个网红烘焙师 然后 第三种呢 是烘焙教室的经营者呢 但是他必须兼游学团 他必须一定要兼游学团 因为如果只是单纯教室经营 我觉得不算高收益 要将游学团 他才算 然后第四种呢 是在没有任何资源背景之下 能够做到高收益最有效的 就是商品开发 商品开发经理 也就是做研发的工作 然后第五种呢 他是种效能力要很强 就是专业的烘焙顾问 不过呢 专业的烘焙顾问 通常不会是个人 他大多是一个team的方式 team的方式的存在 所以这五种 是我自己 统整啊 我们 烘焙系毕业 烘焙系毕业啊 烘焙系毕业 到目前为止 五个高收益的职业 给各位学弟妹们啊 同学们作为参考 首先 最后再讲一次 为什么没有讲冠军 因为比赛冠军不是职业 没有人专门在比赛成为冠军的 冠军职业是一个荣耀 他不是一个职业 所以他不列入在高收益的职业之中 高收益的职业呢 是各位 透过努力啊 透过长间累积的职业 职业摸索跟学习 一定可以到达的 那这五种 给各位做参考 我是吕生达老师 如果呢 想知道更多 烘焙相关知识的话呢 老师有IG YouTube FB 那FB有社团 对 欢迎加入社团 如果YouTube的话 不要忘了订阅追踪 IG也是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台风节 不是台风节 万圣节快乐 台风日 注意安全 拜拜 学弟妹们加油